我們這一道虎虎生風 其實它非常的簡單 但是等我們做好了的時候 你的眼睛會這樣 會亮起來是不是 因為會讓你意想不到 原來這麼簡單 然後可以變成這麼高檔的一個大菜 我們要做一個虎虎生風 虎虎生風 因為我們今年就是虎年 那我們什麼魚代表虎 龍虎飯 終於輪到它了 真的 可是魚片這樣子 其實我們也不用再動刀了對不對 都不用不用 很簡單吧 那你今年做年菜呢 其實可以再吃一吃 少許的酒 好 那你喜歡酒多一點 那你就可以放多一點 但也不要太多 因為你等一下可能會太濕 所以燙出來的效果 沒那麼好 沒那麼好 鹽巴 因為鹽巴 不用太多 因為我們等一下那個 會有一個嗆熱油 然後會有一個蒸魚醬 然後 太白粉 太白粉 大概兩小時左右 這大概有一大匙 要 然後呢 胡椒粉 胡椒粉 這個差不多也有一大匙 打一個蛋白 蛋白 只要蛋白就好 對 因為蛋白其實就是要讓魚肉滑嫩滑嫩 好 那我們就這樣給它敲一敲 拌一拌 就這樣醃料讓它滾均 對啊 大概 就是然後這樣子 大概讓它醃個十分鐘 對 然後等它水開了 我們就丟進去 燙魚片 燙魚片 蛤 就用燙的就好 對 OK 然後我們重點就是它的醬汁 重點其實是醬汁 對 好 好 那我們醬汁需要用這樣給它 那醬汁呢我們基本上就是 都一比一 一比一 一比一的什麼 酒 味霖 醬油 我們今天要看魚的量 對 今天魚量有一點 對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要二二二 OK 反正就等比例就對了 對 好 味霖它就是一個甜的酒 甜味 那個甜的酒 甜的酒 對它就是米 那樣的 酒 我一直都不知道 味霖到底要 它的功能的步驟 對 它就是甜酒 所以你 有這個你就不要再放它 那我們 讓它更鮮 所以我們就加一個蠔油 好老師 那我們除了蒸魚這樣調好了 但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配菜 對我們還有 等一下要燙花椰菜 然後切一個蕃茄 嗯 蕃茄要做裝飾 哦 所以呢 蕃茄呢 我教你怎麼要做裝飾 要怎麼切 好這個很重要 這個要一開八 一開八 一開八 嗯 嗯 嗯 這樣 好那我們現在來燙虎虎生豐的那個花椰菜 好的 嗯好 好花椰菜現在是第二層 第一層是青椒 對 對 蕃茄我們就要給它掛醬子 哦 嗯 掛醬子 剛剛切的一開八的蕃茄 對 把它掛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蝦子丟進來 好 嗯 嗯 要燙魚片 燙魚片 對 很簡單吧 嗯 連刀也不用改 然後也不用拆帶就可以用 對 這個重點是它也沒有刺 沒有 對 小朋友老人家一家子都可以吃 一定的 好熟了 好漂亮 嗯 我們先把它撈起來 好 老師你這道菜是從哪一道菜改良的啊 哦 我其實是把四川的那個川味的那個水煮魚 改良的 嗯 那我想說因為過年到了 其實不一定要都要吃 炊的魚仔 對 煎的魚仔 對 我們可以稍微改變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利用那個熱油的香氣 嗯 可以 燙進去 對 剛剛調好的醬汁 要煮開 味靈酒醬油 1比1 1比1 所以魚片比較多就2-2-2它是對比的 對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醬汁呢先淋上去 直接淋燒熱的這個醬汁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嗆熱油 蔥薑算嗎 直接鋪上去 蔥薑 大椒絲 對 直接鋪上來 然後這個步驟是不是要很小心 對 因為它油的份量會燙又熱 所以大家如果要做這個 嗆油的動作一定要很小心 然後花椒油 現在市面上有很多已經練好的 香油 那我們等一下油熱的時候 我會把辣椒丟進去 喔 對 辣椒需要先切嗎 不用 辣椒粉 對對對 它不辣 它只是有顏色 紅色的顏色 對對對 它有顏色 好漂亮 真的漂亮 完成 虎虎生風 超讚 對 而且很豐盛 非常非常簡單 大家回去一定要嘗試著做 一定會做 哇 好香好香 這個雞肉一定很嫩 對 一定很鮮艷 好漂亮 這一個燉菜的概念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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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